我们现在向李鸿燕现场告别俱风 我从小就特别崇拜我父亲 我觉得他什么都会 长大了之后也是 就觉得做人他是我的榜样 我到了之后我妈就直接跟我说她有这个想法 然后说和我大哥家里人也合计过 也商量过 大家都同意就是我们全家都同意 李工长在生活中还有工作中是一个非常认真也非常有爱的人 在我们工地有很多的很好的朋友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朴实且真诚的人 接到了那个人体区关运输的电话 就立即通知了相关部门 我们因为前期准备工作比较充分 基本上就只用了一个十分钟左右 我们下期再见 我父亲他离开了七关能救别人 能救一个是一个呗 让别人能够活下去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活动 就是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 让我觉得做这件事是有价值的 让我觉得做这件事是有价值的 感谢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